廣州用大數據追蹤密切接觸者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隨著廣州的中共病毒疫情蔓延 中共使用大數據來尋找密切接觸者 一名中共病毒感染者在5月30日 赴迎峰美食店附近新店用餐 在去確診之後 當局很快就找到當日同一時間段 在該餐廳買餐和就餐的客人 將這些密切接觸者 以及他們的家人 全部送到酒店隔離 一名密切接觸者的家人 目前被隔離在柏黎酒店的 廣州珠海區居民 發名唐明告訴大紀元 在那個餐廳附近的直徑多少公里 只要在那段時間段 在附近出現 就全部一起打包隔離 直徑範圍1、2公里 當局是如何找到密切接觸者呢 他們的說法就是 你帶有手機 有那個定位訊息 只要帶數據找營運商一查 那一批人那個時間段就全部找出來 除非你沒有帶手機去餐廳 那就找不到你 任何手機只要進入某個網站 即是基地收發機站發射範圍內 它就會發射信號給機站 機站因此就知道這部手機的定位 而機站的營運商管理 政府可以找營運商要數據 中共的大數據讓很多人民知識變 因為它可以嚴密監控每一個公民 讓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大監獄 每個人的私隱都暴露在當局眼皮下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在2020年9月份的報告中提到 中國共產黨利用大數據分析能力 嚴格全面地監控和控制中國的人口 中共公安部正在開發新的數據集 並計劃將這些數據集中在警務雲Police Scout中 人權觀察披露 該系統亦都被用來監控和追蹤異議人士 維權人士、宗教人士和少數民族 唐明說 確診者在迎風美食上脫下了口罩就餐 此前有一個案例顯示 只要是去脫下口罩吃飯 哪怕是隔離桌的隔離桌 都有可能直接就感染了 他很厲害 沒有直接交流也都感染 唐明說 他三個人都被隔離 密切接觸者要去醫院附近的酒店隔離14天 我們次級的話 在另外一些小的酒店就隔離7天 分等級 在迎風美食店發現確診患者之後 唐明某一天突然接到潮水般的電話 他還以為是詐騙電話找上門來 唐明說 我是6月5日開始隔離的 當時街道辦 疫情辦各種地方一起打電話過來 第一個反應就是 現在的詐騙都這麼厲害 搞得好像真的一樣 為什麼這麼多電話一起來 肯定是不可能 我2時一線上班下班 絕不可能感染 我又沒有去過迎風美食店 結果我的家人跟我說 我去過 然後我就 唐明諷刺地說 他一直很積極地打疫苗 做核酸檢測 沒有想到最後被家人爆了出來 唐明說 在酒店是一個人一間房 在這裡吃飽就睡 睡飽就吃 雖然良體溫 吃藥 有一種抗疫一號的中藥 唐明在珠海區 據說隔離免費 但他聽到在百雲區郊區 隔離要自費 在唐明被隔離之後 他的公司當日 就將他的工作附近的人全部搬離 然後將他的工作單 留在那裡消毒 唐明說 現在廣州疫情雖然沒有很嚴重 但是很可怕 因為只要你沒有戴口罩 空氣中就傳染 太誇張 然後現在已經傳播到所有的區 基本上所有的區 你想想 一旦一個區有一個 那個區就不得安寧 然後現在還傳到其他市 現在已經傳到了站江市那邊 唐明在酒店天天都做核酸檢測 第七天將做一個詳細檢測 檢測通過就會放他出去 不通過就繼續留在酒店 唐明說 廣州現在傳播的病毒屬於印度毒株 傳播很快 加上廣州人員流動性很大 所以很難控制 現在整個廣州市 80多例的病毒 全部都是由同一個印度毒株傳下來 非常可怕 一天就增加十幾二十名 突然就來 前面檢測陰性沒什麼用 你只能是每天西茶 不斷地縮小範圍 此外廣州海北村一名村民 發名宋號告訴大紀元 他們村是5月29日開始封村 晚上回來 翌日早上就封了 出不了去 我是開網約車的 村裡就管控了 大家都覺得恐慌 紛紛搶購食品 那些米都沒有了 我買到米 沒買到菜 家裡就有米 麵條 炸菜 還有幾個雞蛋 今天買到青菜 廣東省官方在6月6日公布 中共病毒新增本土確診9例 一疑似病例 其中6例分佈在廣州 自5月21日 廣州在現本土確診後 短短兩週內 全省以累計125例本土確診 經過檢疫調查 所有確診者例 均感染印度病毒株 其傳播速度更快 感染力更強 潛伏期僅3至4天 廣州在短短幾天 病毒就傳播五代 甚至波及周邊地區 ario死亡